田中千惠 天中千惠 大家好 我是田中千惠 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也很荣幸能参与到第一届朝台北的活动 今年我的台北生活也迈进第18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18年的台北和我的故事 那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来到台湾呢 那时候我想从心里的改变自己 可能很多人以为我是来到台湾之后 才当的演员 但刚刚也被介绍 其实不是我是16岁的时候 已经在日本出道开始拍戏 但是那时候跟我差不多条件的女演员非常多 就是一起出道的 像年纪上面也是跟我差不多 条件上也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 想要找到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优点 幸好我在日本的时候 幸好我在日本的时候接触到电影《投文字笛》的世界 最近也顺利被选上 也顺利被选上 我在日本第一次跟亚洲拍片团队一起合作 里面还包括香港导演演员 还有台湾演员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那时候一点中文都不会 所以只能请翻译来跟大家沟通 这件事情刺激到我 觉得上位一个演员 没有办法直接跟导演演员 还有工作人员沟通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而且 刚好那时候《投文字笛》的刘伟长导演 也给我一个建议 他说 如果你把中文学好 你的市场会变更大 那时候 我脑子和心里面的铃声有闪了 对耶 我把中文变成 自己的技能好了 我决定把这件事情要进行的时候 我遭到我爸爸的反对 他就跟我说 你是一个 还没在自己国家成功的演员 怎么可能会在海外成功 你不要随便想 我还记得 我当下就是听到我爸爸这句话的时候的心情 是非常不甘心 但是因为我爸爸的反对 反而让我更想试试看自己的挑战 所以我就不顾我爸爸的反对 默默地开始做 离开日本的准备 2006年6月15号 我来到台北 开启了我的第二个人生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变成台湾人 因为认为这样子才可以把中文学好 而且我一直以来都认为 入乡随俗 就是你到别的地方 应该要按照当地的文化来让自己适应环境 所以当我知道在台湾学中文 要用波波摸波这个注音符号的时候 我来台湾之前还在东京的咖啡厅 不断地练习这个可爱的 看起来像秘密记号的注音符号 我后来在国立师范大学国语中心 总共有学了八个月的中文 那时候我在同班上认识了 好多从各国家来的同学们 我们下课之后 一起常常去附近的诗代夜市 我们的母语都不一样 所以只能用刚学的中文来跟大家沟通聊天 如果现在可以回去听听 当年我们说的中文 我相信我们讲的真的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中文 但是那时候我们只要用简单的中文来 可以跟大家沟通 就觉得非常开心 到现在我留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大家也知道日本没有像台湾有的 这样的早餐店 所以我留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买早餐 所以我在留学的时候一直观察 我的留学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终于可以买到早餐店的 培根蛋三明治和温奶茶 那时候我感觉终于能融入到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到现在有时候去早餐店 我还是常常点这两样东西的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回到当年的台北的味道 我八个月的留学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接下来的安排 我虽然越来越会中文了 但是如果以那时候的中文来拍戏或是工作的话 我的中文程度还是不够好 所以那时候我想了几个选择 要么继续留在台北学中文 要么去北京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继续学中文 要么回日本 我想了好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突然接到我一个电话 那是我在日本的拍片现场认识的 北村风情导演的电话 他就问我 现在有一个电影的试镜 你想试试看吗 我刚才也说了 我16岁的时候已经在日本出道开始拍戏 我在日本的那段时间也去过数不完的试镜 也一个一个的被刷下来 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试镜这两个字 就开始有点害怕 但是那时候我就马上答应北村导演 我说好我想去 那一天他带我去见的导演 就是魏德胜导演 那一天的事情非常简单 为了就跟我聊电影的故事 也给我念一段剧本的台词 应该也不到半个小时吧 那一天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回家路上的心情 是有一点沮丧 我心里想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也很想演这个角色 但是刚刚的事情那样就结束了 以我的经验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吧 我后来决定回日本 我在留学的时候租的房子也不秀约了 也开始打包行李了 也订好回日本的机票了 我最后的留学学期 刚好是在那一年的过年前结束 所以那一年的过年 我在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 住在英哥的台湾爸爸妈妈 开车载我去环岛 我们从 就是那个环岛旅游 就是他们给我留学学期 最后的一个回忆 所以我们从台湾爸爸的老家南投开始 台湾爸爸开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回到英哥 然后我终要回台北的那一天 又接到北村导演的电话 他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恭喜你 你接到海角7号的女主角了 原本要回日本的我 没想到就这样被留下来了 2007年5月 海角7号的前级工作 就在台北开始 我第一次在台湾拍戏 第一次说中文台词 第一次当电影的女主角 所有的第一次都在这里发生 虽然拍海角7号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那时候每天在屏东过得很忠实 也在拍片现场 投入游子这个角色 2007年12月 海角7号 海角7号 顺利杀青 我也继续留在台北自学中文 也认识更多台湾文化 跟台北这个城市 海角7号的奇迹 其实从2008年的6月开始 那时候海角7号参加了台北电影节 也是当年的开幕片 最后还拿了最大奖的百万首奖 2008年8月22号 海角7号正式上映 那一天我的心情 没有像魏斗那么紧张 我也没有想很多 只是很单纯地享受 自己第一次主演的电影 在全台湾的大荧幕上播放的喜悦 后面的故事 我就不用多说了 海角7号的票房 一步一步地高上去 随着海角7号的大红 大家也开始练习这个漂洋过海的我 当初反对我的爸爸 好像都忘记了一样 她也许真的不记得了 替她女儿感到骄傲 我也终于有一个好成绩给 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心情真的很开心 海角7号之后 我继续留在台北 大家也知道 然后工作 我在这段时间也参与过 好多好作品的演出 像是塞达科巴莱 高塔公主 我愿意 香魂 比克等等 我还出过散文书 也做过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 投文字滴之后 我再也没有请方英来帮忙 在每部片的拍片现场 在记者会上 在任何工作上 都是由我自己来跟大家沟通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很多中文都听不太懂 然后知道我的词汇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所以我回答过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那每次工作结束 回到家 我都很难过 也只怪自己的中文不好 但是这些我所经历的 好的 失败的事情 都变成了我的养分 成为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天中千惠 那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我也很喜欢在台北趴趴走 我去过初级的观光客去的 台北101和龙山寺等等 这些观光景点之外 我还去过七星山宫顶 骑着U-bike到淡水看夕阳 我包过粽子 也做过月饼 当然也做过我最喜爱的乳酪饭 我中秋节的时候也烤过肉等等 我当然没有忘记日本的习俗 但是现在我的文化变得多元化 添加了更多丰富的色彩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台北养长了我现在的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跑步习惯 我以前是个非常不爱运动的人 但是呢跟大家一样 我也开始就是慢慢的增加年纪 所以开始考量身体的健康 从六年前 我连一公里都无法跑完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慢慢的练习跑步 跟自己的呼吸相处 用自己的双眼看看台北的风景 一步一步地踏上这个土地 用自己的双脚认识台北 感觉又是另外一种享受 特别是我以前参加台北路跑赛事的时候 我边跑边看着圆山大饭店 台北车站附近的星光三越大楼 从松山机场起飞降落的飞机等等 这些台北的风景 都是从我十八年前看到现在的 没有改变的台北的风景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种回到家的 让我安心温暖的台北的风景 我在路跑赛事的途中还看过 早上太阳刚起身 慢慢开始照亮整个台北市区的模样 那个景色真的特别美 让我重新认识这个美丽的台北 就是这样 我从连一公里无法跑完到现在 我一步一脚印的增加跑步距离 现在还可以完赛四个全马了 跑步 对我来说 就像投射自己的人生 我二十五岁来到台北 从不知道怎么搭公车 也不知道怎么买早餐 也没什么朋友开始 我现在越来越会中文了 也认识了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朋友们 也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 怎么过山火 我相信 我们只要用心地 花点时间去克服那些 本来做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一直上网的那个景色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 我走过来的日子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成长过程 都是台北陪伴着我的 在每个阶段里面所遇过的 开心 难过 感动等等 这些丰富的情感 也都在这里发生 我现在的思维和情感核心 也都是台北培养我的 所以说 台北在我生命中 已经将有了很特别的位置 这十八年的台北生活 对我来说 好像在一个眨眼之间发生一样 过得真的非常特别快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 十八年后的今天 还能有机会站在这个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 我亲自走过来的这些点点滴滴 人生 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旅程 我相信 我们只要 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好好做好 以真相美的心态 跟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来到 自己该去的地方 就像我这一次拿到这个永久居留证也是 当初我也没有想很多 只是不自觉中 我所拥有的条件 都符合可以升级这个永久居留证 那我拿到这个永久居留证之后 我再也不用去移民署 一直申请工作签证 也不用担心 居留权过去的事情 我以后 永远可以留在台湾了 最后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 最健康的书里面 看到的比较印象深刻的话 神 会帮助到你 从心底想做的真正的挑战 我以后也会好好地继续写下 台北和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祝福大家一切顺心 平安 谢谢 谢谢